今儿个晨起,苏木兰便听到刘婶子气愤不已的喊声。 刘氏是个老实性子的人,平日跟人红脸的事都少,更不会张口骂人。 这会儿气急了在骂的时候,翻来覆去也就是杀千刀,黑心肠的话。 这是第几家了? 估摸着得有十几家了吧。 唉,往年可真没有这么多,也不知道是谁干出这种事情来。 往年村子里头谁干这事,大家伙心里头跟明镜一样。 可今年你看吧,连那两三家都出来骂街了,而且看着时辰也不是他们家做的。 大伙心里头因为这事糊涂得很。 我刚才出门的时候,李正书来寻金北,两人正在那商量怎么抓呢。 不过这两个人也真是,这有啥好商量的? 晚上蹲地头守着不就行了,就不信守不着。 逢是说这话时,不由地撇了撇嘴。 要是晚上守着就能守得到,估摸着早就守到了。 也不至于李正书跟金北大哥,要这么当回事的来商量了。 这几天天好,晚上预量又大,照得跟白天似的。 估摸着呀,大老远就能瞧见人了。 那人肯进瞧见动静就跑了,且地面这么大。 即便村子里头有人巡逻,也巡不了这么细,让人钻空子也是有的。 不过这事说起来也是奇怪得很,往年也没有那么多这个事,今年咋就这么多呢? 今年风调雨顺的,粮食收得也好,论说不该啊。 农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,若是隔着姓氏,那是更不敢去别的姓氏族人那儿寻麻烦了。 不然到时候对方族长出面讨公道的话,自家的族长必定会把罪魁祸首拉出来,好好地打上一顿。 往后也会被对方的族人视为仇敌,人见人拓的。 在往年收成一般的时候,尚且也只有谁家跃个地界,是别人两拢的事。 这回大丰收,论说更不该了。 事出反常必有妖,这里头整不好有大事啊。 是啊,嗨,这是他们该操心的事。 要是这俩人连这个都想不出来法子的话,倒也是真不配做这个理政的。 你这个揉得怎么样了? 冯氏看着手中仍旧有点似不像的东西,顿感尴尬,黑黑笑了笑,接着用心揉了起来。 揉成圆圆的面团,再搁到清水里头慢慢地揉抓着洗。 面团渐渐地体积缩小,清水则是变得越来越浑浊了。 等到手中的面团变得足够小且筋道十足的时候,这面筋便是洗好了。 嘿,真好吃。 忙活了一大伤的风势,在吃到这一碗红油面皮的时候,顿时浑身舒畅,更是感慨到。 这一大伤,可真没有白忙活。 好事多磨,说的不就是这个呀? 苏木兰在一旁抿嘴直笑,冯氏也是黑黑地笑了笑。 这擀面皮还真的是多磨得很。